阿罗哈,这里是扎上辫子的卡卡 排球少年与日本威廉赛的特殊活动会在8月13至14日 与日本大田区综合体育馆举行 也就是此前特别篇漫画中 老黑从策划事件到全球策动人员的原因 在此让我发自肺腑地说一声 谢谢你,铁子哥 顺道一提,老黑在阿珍亭、波兰和巴西 招募大王牛总和小太阳时 农亚也都有出现 不愧是最自由的男人 古关老师为这次的全明星企划 绘制了24位参赛选手的主视觉 以及Q版形象 近期官推逐渐征信完毕 并且在81900关注的时候 放出了Q版形象的海报 819三个数字在日语发音和排球相近 每年的8月19日也是官方的排球日 目前排球少年十周年的企划 还剩下两个没有公布 卡卡我的营销经验是 8月19日当天肯定会有大事公布 如果这个预言成功 那么下个月也预定一条小排球的视频吧 这次的全明星分队名单 古关老师也藏了很多心思 在介绍成员之前 老黑特意找来了人花设计赛事logo 同时请来旭为队员设计了队服 喜欢苏学年的旭说 最头疼的就是概念设计 这次他想到面月起 在空中战斗是排球的理念 所以使用了象征天空的雨与地面作为概念 在草稿中 旭也完美在线了他高三记忆里 日向与影山眼神的细节 呃 不得不说生动形象 先来介绍A队成员 二传 本周三刚刚过完28岁生日 高中时期从未进入全国大赛 甚至还被女朋友甩过 去年遭用会大放异彩的阿根廷国家队成员 才能完全开花的世界级巨星吉川彻 目前他依旧效力于阿根廷的圣湖湾俱乐部 与他同队的是前道和其队长 现日本国家队二传 三刀流帅哥龚佑 吉川生日当天 两位队友之间也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获得了体能训练师颜全一的表扬 主攻位置上 第一位是目前效力于施怀当阿德勒 诸位妖怪世代的偶像 尼古拉斯·罗梅罗 而他本人苦恼的是 自己的儿子似乎更喜欢忍者祥阳一些 第二位是高中时期前五的王牌 道和其相声社第一捧人的韦白阿兰 目前他正效力于利花红损俱乐部 这次全明星也是继国家队之后 他和高中时期师弟的龚佑 再次同队表演相声 第三位是高中时期 唯一二年级的前三王牌 强者景踏山的洁癖小王子 左九早圣辰 在Q版海报中 他也是唯一一位戴着口罩的队员 圣辰应该是MSBY黑狼的周边经理 最喜欢的队员了吧 口罩 护臂 甚至还能卖衣服滚子之类的 第四位是工程县地主家 百鸟泽学员的团丑 目前效力于绿色火箭的五色公 曾经从牛刀手里接过接力棒的他 今天也将正面接受前辈的检验 A队唯一的接应 杀牌时期的人者 妖怪时代经历最坎坷的小乌鸦 目前效力于巴西阿萨斯圣保罗的日向向阳 这次参加全明星 能和前俱乐部队友公佑再次合作 同时也是在室内正式排球比赛中 第一次与击穿车选手组合 不知道小太阳会不会和大王一起招惹影山 复攻位置上 第一位是目前效力于施怀登阿德勒的咒神福狼 弟弟姓郎没有选择家族的道路 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兽医 在小动物的陪伴下 更能开心地打排球了 第二位是社交媒体达人 道河奇相声社妖王 目前效力于EJP的剿明伦太郎 想了解选手后台的趣事吗 可以去关注他的社交账号哟 找不到的话 关注卡卡 也能不露下每一条小排球的新闻 招牌动作在Q版例会里 是两个蜡�的手势 据传这个动作在小孩子之间很受欢迎 第三位是前欧台两米巨人白马牙生 如今已经积累了大量排球经验 他也正式从主攻位置毕业 成为了国家队和绿花红笋的防守汉将 自由人位置 第一位是施怀登阿德勒的老将 平和岛邓志郎 年过三十的他续起了胡须 看起来更可靠了呢 第二位是高中时期的最强自由人 景踏山的防守核心古森原野 这次他将和表兄弟圣辰一起联手 对决他们高中时期的老队长呢 弊队成员 二传高中时期率队拿下阴亥冠军 圣辰与原野的景踏山老队长范王长 今天也随身带着衣服滚子 保证赛前准备的万无一失 第二位是国家队帅哥二传之一 前球场国王 现在努力学习自然微笑 效力于意大利阿里罗马俱乐部的 影山飞雄 老黑在分队时特意将他与击川分开 是担心争一世发生霸赢事件 本次比赛也是他和日向的 第八千多次的较量 上次二人在卡卡视频频道的较量中 影山以微弱的优势显上了小太阳 还希望各位日向的球迷可以帮他返超 主攻位置成熟 稳重 普通 鼠筋一根手指 宁愿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什么 肖谷学员最大号的猫头鹰 目前效力于MSBY黑狼的木兔光太郎 其实我还挺佩服黑狼观众的 公幼发球的时候不能说话 木兔扣球的时候呢 又要立刻调动情绪欢呼 大家的神经还真坚定呢 第二位 高中时期最强的王牌之一 什么恶球都能给你扣除满分的同声八 高三与木兔交手过后 八将也渐渐明白 领袖也要督促队友前进 这次比赛他将会和击败过他的木兔同队 同时也将面对自己联赛的队友 同样是绿色火箭的五色弓 阿公真是好运呢 高中能在牛总的语力下欣赏强大 联赛能和温柔的大王牌同声搭档 第三位 本世代空中战绝对的王牌 飞翔在排球场上空十年的精灵 是怀登阿德勒最有精神气的光海 星海光来 本场比赛他也将正面对决自己欧台的学弟白马 同时也将面对自己俱乐部队友 骤神的防守 害怕 不可能吧 他可是能越过一切高强的小巨人 第四位 殷居高中出品 接球 扣杀 永远不会让队伍士气低落的猛将 目前效力于VC神奈川的山本猛虎 本次主视觉中 正常版都是以正规队服的英文装饰 Q版形象里 猛虎的背面印着的 是他信任的朋友才能叫的 虎子 B队唯一的接应 如果说主中是队伍进攻的王牌 那这位则可以说是整个日本排球界的王牌 接球 扣杀 防守 全部都能以身作则做到最好 日本国家队的一号 目前效力于波兰OZ华沙的牛岛若丽 那位初中到高中一直被他压制的男人 今天继奥运会交手之后再次站在网的对面 他也要亲自检验学弟武色的成长 同时他也会和前阿德勒队友影山再次搭档对阵日向 整个日本排球界恩怨情仇的聚合体 不知道赛前有没有和老朋友天同聊聊如何应对呢 牛总的Q版形象也是唯一有特效的哟 和高中时期一样 强大是老天赐给他的礼物 副攻的位置上 第一位是黑狼最近引进的欧洲外援 亚历山大若费 高中时期看着一达工业的高点进攻 就迷恋到不行的影山 这次听说可以与若费组合 立刻就被铁子遮骗了 第二位 肖谷学员最强的铁塔 由于不能说的原因便能当上副队长 目前效力于EJP的旧伟陈生 本场比赛 他将和高中的队友木兔再次同队 对决自己在联赛俱乐部的队友 轮胎狼宇原野 你问当时肖谷的副队长是多强的人 他啊 现在是画这部漫画的前小巨人的责任编辑 第三位 高中时期因为两米的身高临时打排球 痛苦到一度想放弃 不过被日本盘球界之光日向拯救 目前效力于电铁勇士的百则雄大 本场比赛 他也将在日向前二传影山的带领下 对决曾让他轻松应对排球的小太阳 同时也将和国家队另一座两米高塔 白马牙升迎来对位的对话 自由人的选择上 第一位是MSBY黑狼的犬名诗音 和公佑木兔以及圣辰同队 却依旧保持着爽朗的笑容 看来是一位心很宽的选手呢 第二位 本次比赛策划者的老队友 俄罗斯联赛顶尖自由人 喜欢吃肉 喜欢短发女孩 喜欢吃辣 喜欢山里 喜欢磨腾排球 靠眼神就能封杀对面主中的猫猫 叶九未复 在Q版的主视觉中 叶九可是身上背着俄罗斯蓝猫 依旧可以平稳地做服务撑哟 嗯 就算长到再大 猎夫这小学弟也只能是弟弟 本次比赛中 他将再次和学弟蒙古合作 也会和高中时期 东京赛区的老队友木兔同队 一起面对前东京赛区的最强攻防双人组 圣辰与原野 两边对阵还有哪些恩怨情仇 我没提到呢 可以在弹幕评论区留言哟 再过不到一个月 这场比赛就会开始 按照活动安排 8月13日会是小排球声优的唠嗑时间 8月14日 威廉赛的选手会带来一场特别的表演赛 而且还会有一部基于这个特别篇故事的电影 但愿十周年最后两个企划 会在8月14日和8月19日公布 我和你们一样 都很期待着会有第五季的消息 本期排球少年制的特别篇内容就到这里吧 想看更多小排球人物传记的同学 不妨点着关注追翻哟 此前的24篇正式人物传记 以及三篇特别篇也都足够精彩 下期也要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